我是一顆透明的玻璃球 這樣這裡面就可以一直無限的滾滾滾欸 我還用這個身軀通過這個木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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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理石店 啊我可以在這個玻璃球上面裝上我要的裝飾品啊 那這樣還可以給自己的玻璃球上裝扮欸 耶~~我是一個滾動的透明玻璃球 啊我要開始選擇自己的軌道了嗎 現在目前只能夠通過第一關的紅色軌道 啊因為我所有關卡都沒有解鎖嘛 我們就趕快來玩這個玻璃豬遊戲吧 哇這個軌道好長啊 這個是要進行很麻煩的挑戰喔 按R鍵可以重射你的彈珠 喔所以我是玻璃球彈珠囉 我們就只要按W往前進就好啦 反正紅色超簡單的 玻璃~~ 他說一定要煞車不然會飛走 不要我才不要煞車勒 我現在要往前衝囉 欸中間賽道竟然有金幣可以吃欸 然後就這樣通過第一關了 哇好簡單啊 不 För了啦呲... 而且我的頭怎麼好像 喔是因為轉太快喔 history 喔! 啊這樣子前進真的好快喔 有沒有想要玩這種玻璃球啊 慢一點這樣就不會跑出軌道 不會啊 我就算全速前進的話 我也不會掉下去啊 而且紅色的 當我沒說 尤其是這邊 慢一點慢一點 不能夠再加速了 只要這個轉彎地點的話很容易飛出去啊 喔!來到沒有來過的地方囉! 吃到金幣的話還要再拿一個重生點 它的難度居然只有一顆星欸 啊難度只有一顆星我還是掉下去了 這怎麼可能 我已經夠慢了吧 呃...好那這次我再更慢一點點好不好 呃...好好好 因為它有那個線輔助我啊 讓我不會掉出去喔 所以我才會這麼的放心啊 那這次我都不要動啊 我就靠著它的前進的方式就好了 欸!又到一個新的重生點了 這次的難度是0顆星 Fast 我要超快才可以過去喔 哇! 直接通過紅色軌道了欸 我這個黑熱玻璃珠現在來到這個綠色軌道了 這難度也是一顆星啊 這樣子慢一點就不會掉出軌道 它一直不斷的提醒我就要慢一點 但玻璃珠遊戲就是要速度啊 要是你沒有速度快一點的話 這個玻璃珠遊戲就不好玩了 是不是 叮叮 我已經撿到19個硬幣了 剛剛有一些裝飾品只要10塊錢就可以購買囉 啊我賺到21塊了欸 我可以買兩個面具抓在自己身上了 欸嘿!丟下去囉! 它要兩個層 它要兩層慢慢滾下來 啊... 這個一定要照它的意思慢慢滾啦 因為你不照它的意思的話你就沒辦法吃到金幣了 欸!這一層我沒有吃到!重來重來重來 呵呵呵 竟然還有一層金幣沒有吃到欸好好笑喔 我可以直接跳這邊邊嗎?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再吃這一個再吃這一個 有囉!吃到囉! 金幣比什麼都還要重要啊 好我不能夠... 直接跳到最尾端 它會直接把我強制送回來 啊這裡不能夠過去啊 它要兩個翹起來的小柱子不讓我... 靠假扑 呵嘿!回到你的大理石 快點轉過來 快點轉過來 好!就是現在 呃我的玻璃球上去 我不能夠再往前進了 我們要順著這個最尾端 然後把我傳送到... 另外一邊吧 這好像蠻難的欸 這樣就轉出了才一顆心 速度再也快不起來了 我這玻璃球就是要靠技巧才能夠吃到中間那個金幣欸 欸~~ 加油加油! 往前衝往前衝! 就是現在 好然後再來吃這一個... 小尾端 不能夠往前快速衝刺的玻璃球真的好... 好...好難受啊 來吃中間這個金幣 把我傳送過去吧! 這樣要賺到31塊錢的 每一個金幣就算2塊錢 快點銜接 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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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一關終於通過了 有一點小失誤 但最後還是過來了啦 哇~~ 過了這一關海闊天空啊 往前衝囉~~ 我要的透明玻璃彈珠關卡是這種嘛 一直不斷的往前衝對不對 你看馬上通過下一關 然後這個是幾顆星啊 欸? 我怎麼過來了 他說這一顆的難度是2顆星 但我還是衝過來了欸 哇齁~~好快喔 而且還有一個超大黃色關卡 這好帥啊 我想要玩這個 這個金幣要吃到好像蠻困難的齁 我需要在中間剎車 不能夠順著 軌道滑下去 欸!進入黃色軌道 這就是我要玩的啦 黃色圓盤 咕哩嗚~~ 往中間滑動囉 他最終一定會滾到中間這個小洞啦 還是我自己親自操控 呵呵呵 啊!這樣會丟下去啊 這個黃色就是不是應該蠻好玩的嗎 來來來來 這個 全力旋轉全力旋轉 我需要滾到中間這一顆洞 VV 好了 這樣滾下去了 那中間還是要自己來滑一下啦 不然會滾下來喔 哇!旋轉轉圈圈 欸!有個金幣在旁邊耶 這我碰的到嗎 喔!可以可以可以 這我還是碰的到嗎 中間的小竹真的好好玩啊 小小玻璃球也想要反抗我 快點吃我的操作 哇哇!欸!我只有一個沒有吃到啦 雖然那個金幣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就繼續往前進 好啦 繼續走繼續走 真的好好玩喔 這個玻璃球模擬器在ROBOT裡面 居然還是聞得到耶 叛鈴 好這個一定要吃到這個一定要吃到 叛 中間有一個小洞還有紅色的地方耶 蛤! 這什麼 居然還有一個彈簧球藏在裡面啦 好!根據這個黃色軌道繼續前進啦 它難度到現在還是只有一顆星而已 真的超簡單的 喔吼!滾動吧!黑勒玻璃球 叛叮 喔!圓形標靶 都要即時的煞車 不能夠隨便衝下去 欸欸! 欸!你這個是怎樣 在我面前直接翻過來 你真的真的好陰險 他得被他騙走了 哇! 還有這360度旋轉的球耶 喔!我現在人在哪裡啊 這很吃我的操控力喔 欸! 欸! 欸!為什麼團飛下來了 喔! 喔! 你要幹嘛你要幹嘛啊 中間有一個小斷橋啊 而且這裡是沒辦法 我需要靠衝刺力才能夠上去的耶 我這已經衝不過去了 欸!加油加油! 快點!把這一根掉下來 讓我吃到它 這個金幣 有有有有了 它需要抬起來我才吃得到啊 哇!這把我丟到最下面耶 好了!在這裡等電梯回來 如果你跌破軌道請繼續移動以防萬一 蛤? 那我的 電梯咧? 喔!他這樣 我一定要死掉 也是他電梯才會下來啊 這是什麼意思啊 喔! 竟然被騙了 好!他會把我們抬升到哪裡咧? 這電梯的位置終於到了 喔!超級快速360度旋轉球 嗚!喔! 哇! 哇!這個圓盤是我見過最大的圓盤耶 哇!這好像蠻好玩的喔 但它的那個怎麼說 它這個電梯的速度實在是太太慢的啊 我等了很久它電梯才過來喔 而且我都吃不到金幣耶 這一定要往下滑才可以了 好吧!那我就乖乖的往下滑囉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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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63塊錢 好了! 終於跳下來了 可以進入粉紅色軌道囉 好!我們先回家一趟啦 這也可以讓我們的那個 帽子裝在透明玻璧上面 我要先去商店才可以 還有硬幣收集 這個可以通關之後 就看我們有沒有收集到 金幣啦 還有每日獎勵 什麼加入好友或最愛遊戲他的 才七塊錢 我想要買的裝扮是哪一個啊 有一個防毒面具欸 好像很帥喔 這要兩百五十塊 然後交通追呢 就是要加入群組才可以獲得 然後還有這個植物頭套 我應該蠻想要這個植物頭套的欸 那我就買這個吧 還有起司 起司也是要兩百五十塊錢 不夠錢 那我們就買這個吧 我要裝備這一個 小草帽 然後回到我們的帽子店 訂製 把我們的帽子裝上去 好了 這樣子我就是一個有草子 草不投資的 玻璃彈珠黑了 是這樣嗎 粉紅色軌道進入 這裡的難度做得到一顆半星啦 是這樣子嗎 不過我們現在的 遊玩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 他說小心不要走什麼高下去 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一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鈴鐺 記得按鈴鐺 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次的ROBUS 遊戲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